你們都想多 替賴清德想太多了 賴清德的這個講法 應該是兩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十月一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時候 很多在大陸的臺灣藝人 都講祖國 祖國 祖國 這個讓他很難過 所以他一定要對講祖國人打一個臉 所以他才有這個的講法 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講什麼祖國 他才不是你的祖國 那誰是我們的祖國 中國是我們的祖國 他又說不出口 你放心他絕對說 不管大家怎麼把這個塞在他的嘴裡 他絕對不會說出口的 所以這裡我們就想到一件事 從歷史上我們來賣一點書袋子 這個大概年輕人不見得懂得這一段的歷史 但是我們了解一下 這在臺灣發生的 1926年林憲堂先生 帶著他的弟弟和他的孩子 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然後在上海大家舉行晃會會招待他 這個時候他講 我們的祖國不可以了 他回到了臺灣六月份 參加日本人舉辦的所謂的 鼠政典禮儀式在台中 結果就被一個浪人把他給攔著 然後就問他說 你怎麼可以說強國奴是你的祖國 明明已經是民國了 日本那個浪人還說強國奴 這清國奴怎麼是你的祖國 然後就打了林憲堂一個巴掌 所以林憲堂當然一路就把他告了關 所以日本人先辦這個浪人是無罪的 沒事 這就是日系時代有名的祖國事件 你不覺得賴清德現在在講祖國 來對這一些影韻人年的一個威嚇 對主張統一的人的講祖國的一個威嚇 就跟那個浪人打了一個巴掌差不多嗎 只是用的方法不太一樣而已 第二個 也別忘了孫中山先生氣勢的時候 在台灣舉行的追悼會也在日系時代 日本人禁止台灣人在這個會場上 發表演講 練吊詞 唱吊歌 練祭文都不行 可是這個時候有一個晚年掛在牆上 大家深深感動 這個晚年是誰 是台灣北京大學台灣同學會的學生們 所列出來的一個晚年 這晚年是這樣子 三百萬台灣剛性同胞為先生 就是中山先生何人領導 然後第二段 第二年是誰 四十年祖國未盡事業 舍我臺灣人 其誰分擔 這個裡面不是告訴你什麼叫祖國嗎 什麼叫做兩岸是一體的嗎 當然這個時候我在講這個歷史 好像跟時代的感覺不太對 但是一個沒有歷史感的民族 一個沒有歷史感的人民 對這個國家是對這塊土地 不會有真正的愛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所有的歷史 所有的政權都是歷史的過客 明朝 清朝等等 這都是歷史的過客 只有了歷史跟人民 才是真正的主人 我們今天講祖國 中華民國的人不會講大清帝國 是他的祖國吧 那個祖國當然就是幾千年綿延不絕 包含了今天可能是賴總統 您的祖墳上面所刻的影川 二字 不會就是祖國嗎 所以不要對祖國兩個字那麼緊張 也不要誰認同誰的祖國那麼緊張 讓我再幾段歷史 來做我這一段的小小的結束 第一個就是 當中共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台灣在推動中華文化互兴運動 那個時候海內外的華人心目中的祖國 是領土最小的 之前最小的中華民國 今天中國大陸在幾十年的 這一個努力之下 可以講歡天覆地的改變了 從了一個被看不起的摔弱的貧窮的中國 到了今天誰都知道 成為世界第一大國 第一強國 是指日可待 中華民族百年遭鬥的處日 今天誰讓我們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光榮 告訴各位 誰讓我們覺得是民族的光榮 誰就是我們心目中的祖國 就如同當年我們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的時候 我們也曾經是人家的祖國 做對事才會有祖國 連翠灰不會有祖國 最後我可以講 這一個人的講法 賴清德不久就會收回去了 為什麼 因為台獨也不滿 中華民國派現在硬要塞饅頭給他吃 然後他要去消遣老公 老公也不覺得怎麼樣 所以這一個日本人教你的這一套 趕快收回去 美國在兩岸搞台獨會吹哨 日本人會鼓勵你講台獨的論述 日本怎麼會在海市 你也不知道是 不管怎麼說 賴清德他在國慶的晚會上 公開承認中華民國要過113歲的生日 那麼外界認為這是個突破 代表他認同的是中華民國 那認同中華民國就不可能認同 台灣共和國了 那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許互不隸屬 但中華二字就是兩岸所共有的 那麼尤書會就認為了 祖國論代表賴清德也承認 憲法一中兩岸同屬一中 而我們認為這個一中 當然是中華民國 假如國家認同區域一致的話 那沒什麼好挑賴清德的毛病 那麼尤書會也說 如果賴清德以後呢 都是秉持這樣的一個論述的話 國民黨也很難挑出什麼錯來 因為藍營自己也是主張憲法一中的 其實兩岸相處要以和平為最高的原則 那麼我們不要因為賴清德過去的獨派色彩 就推翻他講的每一個論點 呂秀蓮也說 哎呀只要不戰爭 沒有理由懷疑兩岸不是同一個民族 那麼兩岸關係應該要進入新的世代 賴清德抛出的這個祖國論 形容承認了兩岸同源中華 那這有沒有可能會成為一個 綠營不反對 藍營和大陸也不反對 那不就變成兩岸的另類的新共識呢 施誠哥怎麼看 那我插一分鐘的話 不好意思 這一個講113年的中華民國 去對比7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那不就是內戰嗎 那麼民進黨搞台獨 最怕的就碰到內戰 那內戰所形成的113跟對於75 那我請問內戰問題要怎麼解 大家都講和平 內戰的解決就兩條路 一條是打到底 一條又一條就是和談 可是民進黨又一口咬定 他已經一口咬定 絕不談怎麼樣子 和平協議 所以真的 請他不要 把他當作笑話 因為你是總統 金無細言 不好意思 讓我先插這一段 來接一點點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